最近呢这个中东的战事升温 让大家看到了 美国是不是搞不定中东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目前的最新消息 到10月12号为止呢 巴以冲突已经造成了 双方死亡人数又在增加了 将近一倍 已经到了2400人死亡了 另外呢联合国也计算出来了 你知道吗 打仗难民就会增加 目前呢加萨走廊 已经有超过33.8万的 巴勒斯坦人 流离失所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布林肯又来干嘛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因为巴以冲突 第一时间他就前往以色列 在台湾时间12号的下午3点半中 他已经抵达了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预计13号就明天 他要会见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 那他在行前呢 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啊警告其他国家 切勿借此机会蠢蠢欲动 他这番话讲给谁听的呢 是伊朗吗 还是伊拉克 还是叙利 还是哪一些国家呢 我们先来听一谈他的原话 等一下我们请蔡博士来帮我们分析 美国啊常常在中东啊 就是很想要插手 所以呢搞到现在 你要记得哦 从最早的伊拉克 我们从伊拉克开始好了 伊拉克被美国搞的 阿富汗被美国搞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 好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升温 那么现在呢 中国大陆的态度始终都是说呼吁停火 但是西方的风向是否变了呢 那蔡伟源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巴以冲突 西方的风向怎么变其实无关紧要 可怜可怜在这里 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发生的这一场战争啊 我知道不管是咱们中国大陆的同胞 台湾的同胞 海外的华人同胞 朋友或全世界各个国家老百姓 一定会很自然的分成两派人马 一派支持以色列 认为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是行凶于前 另外一派呢 是支持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 他们认为了以色列 你这样报复过度 你不应该用轰炸的方式 等等 所以两方面呢 各有他的意见 但是就跟球员 在比赛的时候 有观众骑上在看热闹 没有人能够参加这场比赛 也没有人能够介入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 有很多国家认为以色列不对 有哪一个国家会出来制裁以色列 没有啊 有很多人同情巴勒斯坦 然后你又能够给巴勒斯坦什么援助 是的 所以这一场是一个很独特 因为很多国家 对很独特 他可能都不是当事国 没有办法 说真的说在这场战争当中 给予什么样实质的帮助 而不是说只是在旁边画箱 困难度很高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 跟冲突啊 已经几年了 这个已经是历史顺积了 那些恩恩怨怨的交谈 我喜欢打一个比喻 这个他们两边 虽然一边信犹太教 一边信伊斯兰教 可是他们拜的神是同一尊 都是上帝 那拜同样的神 上帝都解决不了他们的纷争 我们这些外邦人会感到更加的无力 这是我们的困境 那我要解释给大家听的就是说 我们在从事政治跟经济分析 是要借取教训跟找到解决方案 什么叫做借取教训呢 就是说这场战争的发起 不要管以前的恩恋怨怨 就这场战争的发起 哈马斯 哈马斯的本名叫做伊斯兰抵抗运动 所以用他们阿拉伯语翻译起来 就是哈马斯 他们的目的 很明显的有几个 第一个不希望 以色列跟沙奥地阿拉伯建交 对 第二个 他们觉得已经准备了足够充分 那如果他们来发动这场战争的话 应该可以获得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声援 没错 结果呢 第一个 以目前来看的话 以色列跟沙奥地阿拉伯的建交 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有迹象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推动中东和平方案的时候 一方面是希望伊朗跟沙特 能够恢复和平的状态 那中国达到目标了 再来叙利亚跟这个沙特呢 在中国跟俄罗斯斡旋之下 也恢复就好 但这些都是伊斯兰国家 虽然是不同民主 比如说伊朗他不是阿拉伯人 他是波斯人 然后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人 那叙利亚也是阿拉伯人 但是叙利亚教派就比较复杂一点 那现在接下来的 包括中国 其实美国也同样的希望说 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能够有 变成有邦交的关系 好好的和解 那中国的立场也希望能够和解 可是哈马斯他认为就是说 如果以色列跟沙特和解了以后 沙特对于哈马斯的资助可能会减少 然后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也会减少 那这样哈马斯他就生存空间 就可能被另外一个巴勒斯坦的组织 叫法塔怎么样给压过去了 本来因为法塔他是多数党 后来变少数党 那理由就是哈马斯主张用最坚决的手段 来帮巴勒斯坦人争取他们该有的权利 那获得了很多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也控制了加萨走廊 然后法塔控制了这个约烂河西岸 所以两边本来就是不太对劲 那所以哈马斯有这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 可是从政治分析角度来讲 我要不客气的讲 哈马斯的算盘打错了 怎么叫做哈马斯的算盘打错了呢 哈马斯发动了这场战争了以后呢 第一个最应该帮助他的是谁 埃及 因为他隔壁就是埃及 而且加萨走廊本来就是埃及的占领区 结果现在这个发生了难民事件 埃及竟然关闭了什么边界 不让这个难民到埃及去避难 这什么讯号 这表示说你连埃及都不出手帮忙 那你会要求更远的沙奥地阿拉伯 伊朗会帮你忙就更加有限了 何况以前包括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是以埃及带头找了阿拉伯国家 还有伊斯兰教的国家 不一定是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的国家 共同要把以色列的犹太人驱逐离开这一块土地 就战败了 以色列变成战胜国 所以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土地 所以一直到现在 每一次的战争 大概现在已经有六次了吧 对 第六次 第六次的中东战争 每一次都是阿拉伯国家 或者伊斯兰教国家先发动的 结果每一次都是 最后是以色列获胜 对 所以它变成它控制的领土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也造成巴勒斯坦 就离它最近的 就受到高度的挤压 所以两百多万人都挤压在 这个加萨走廊 另外两百多万人挤在这个 约旦河的西岸 所以形成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国际上当然有各种方案 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中方面都有极端派 以色列有 然后巴勒斯坦也有 那巴勒斯坦的哈马 是现在定下的目标 虽然能够把以色列跟 沙拉伯的阿拉伯的 这个建交问题给破坏掉 但是它没有办法得到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呼应 现在呼应都是嘴巴而已 伊朗怎么说 哎呀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我们跟哈马是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沙地阿拉伯的态度 其实也差不多 好了 即使有人认为 以色列抱负过度 抱负不当 应该予以谴责 很多民间的声音 但有哪一个政府战争 制裁以色列的 没有 有没有人说要出兵 去帮巴勒斯坦打仗 我讲个笑话 比如说我的母校 哈佛大学 听说31个学生社团呼吁美国政府要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没有一个学生说我要买机票去帮哈马斯打仗 有没有 没有啊 跟乌克兰玩点两件事情 乌克兰还有很多国际上的朋友说 好我今天买机票去当兵 然后帮乌克兰去打俄罗斯 有没有 有啊 但是现在的声音并没有到那种程度 也就是哈马斯的政治目标 这一次很显然是失算了 就是说很多国家可能只是在旁边画虾出一张嘴而已 但是如果你来看呢 这个算不算也是画虾呢 伊拉克的民兵也警告 如果美国介入尾巴冲突 那他们要攻击美军基地 然后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啦 就是伊拉克明年1月1号开始 停止所有美元现金的提令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对美国对应该说对美元 会有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吗 因为对伊拉克人来说 他们已经受害已久了 像巴格达就有一个居民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啊 美国财政部啊动不动就对伊拉克周边国家 实施制裁的同时 根本就是在敲诈伊拉克 伊拉克的状况又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你说伊拉克的民兵 要去攻击美军基地 然后来声援这个巴勒斯坦 你有帮得到巴勒斯坦的人吗 没有啊 你要的话就直接怎么样 集体坐船 然后或者开车 到了什么 到加塞所廊去帮忙打仗啊 那你说你以为打美军基地 就帮得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吗 这个说不通嘛 你打美军基地你打得赢吗 不是我在吐槽这些伊拉克民兵啊 你这个只是想要凸显你自己 你根本没有帮得了巴勒斯坦人嘛 你要帮他就要怎么样 现在赶快准备行狼 带着武器就跑到加塞所廊去帮忙打仗 这比较实际 因为马上就要展开城镇作战了嘛 那你如果不这样的帮忙 你去突袭美军基地 美军基地跟这个以色列军队没有关系啊 好吧你就算突袭了美军基地 你能得到什么 到时候美军又要派了一大堆军机去轰炸你什么 轰炸你伊拉克那你不是给人摔 你根本打不过他 那你民兵都出一张嘴吧 这个实在是我觉得有些民兵永远是民兵的部队 永远没办法成长为军事组织就是 他的军事的判断力太弱了一点 伊拉克所谓停止提领美元 因为是他们的中央银行的美元的库存没有了 所以必须做这个叫做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很多国家都会实施 所以伊拉克如果因此 这个缺缺美元必须做这样的限制 像俄务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俄罗斯也限制他们的老百姓 有美元存款的话 一天不能提超过多少 那他现在说停止美元现金的提领 就表示你即使有美元的存款 你现在也不能提领了 那你开始用本币的货币 那是伊拉克自己在面对 外汇短缺的危机所采取的行为 但对全世界不会有任何影响 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伊拉克本身的经济实力 实在是太位不足道了 跟海山时代不可同日而渝 而且伊拉克很多石油 根本现在的生产状况 我看了整个摇头 我跟海山时代也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那伊拉克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即使是以色列你说 他以色列他的人均GDP已经有五万五千块美元 算是一个高所得的国家 可是他的总体的GDP多少 才五千多亿啊 对 五千多亿而已啊 所以他对全世界的影响很有限啊 然后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物资 比如产石油啊干嘛干嘛 所以对全世界市场会有影响他也没有啊 那巴勒斯坦根本不用讲了 所以他这两个国家打仗就像一个小型地震 要外移到其他国家 除非沙地阿拉伯跟伊朗参加作战 要不然这场战争啊 根本就是一个小型地震 晃一晃 巴勒斯坦的老百姓最可怜 他们选错了政治领导人 去玩了这一场没有必要的赌博 赌博输了老百姓跟着造殃啊 所以我们如果以实际面来看啊 你知道吗 以色列可不是好对付的哦 以色列国防部长扎兰特 以及他们的总理 纳坦雅胡都说过这么样一句话 等于是在呛瞎啦 以色列会粉碎并且摧毁哈马斯 他将不复存在 那么现在真实的情况就是呢 有居民就说啦 哪里都打 以色列的这个报复行动哪里都打 巴勒斯坦外招部表示呢 以军从7号空袭以来呢 炸毁了2万2千多栋的 民宅 好 医院也炸 10处的医疗机构 还有48间的学校 难怪呢 现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中东特使宅券呢 跟巴勒斯坦的外交部啊 通了电话 明确的表示 希望立即停火 因为要保护平民 那我们就这边来看 其实欧盟现在也开始来谴责以色列哦 因为呢 刚说到的 哪里都炸 好 以色列 对于加薩走廊 断水断电 切断大量平民的粮食 违反国际法 就是刚才博士所说的嘛 最惨的就是巴勒斯坦的居民 对对对 我觉得波瑞尔哦 只会空口说白话 什么行动都没有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因为欧盟很多国家里面 境内有很多的伊斯兰教的教徒 他担心说如果他们有 停以色列的情形的话 这些国家内部的 这些伊斯兰教的这个信仰者 那会起来 造成社会上的不安 或者抗议啊等等 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一个声望 但是你如果真的 以色列做的不对 欧盟要不要出兵 没有啊 因为美国在那边谁也不会出兵 那你要不要制裁以色列 你欧盟不是最喜欢 今天制裁中国 这个明天制裁中国那个吗 你有没有敢制裁以色列啊 你说以色列已经违反国际法 你还不制裁以色列 中国没有违反国际法 你拼命制裁中国 你这什么歪理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波瑞尔 虽然名义叫什么 欧盟的外交事务高级代表 他其实就是欧盟的副主席 其实他是副主席的 位阶 所以我只能叹一口气 看这些大人物都装模作样 在说空话 说大话 说套话 我觉得 他们只是掩盖 他们对这一场战争 无能为力的窘境 的确 真的是无能为力 我们先来看 德国图片报 他说以色列接下来 更紧张的是 可能面临跟伊朗 或者是呢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 还有其他的组织 以及叙利亚方面进行作战 他提到可能会面临五线作战 刚提到的欧盟可能也只是在说空话而已 但是呢 再来联合国的影响力是否也搭不如前 10月13号联合国安理会 要就巴以冲突来举办会议了 因为联合国包含了11名人员在 这一场的空袭当中 以色列的空袭当中也死亡 所以说联合国也没有办法 照顾到他们自己的人嘛 这次的空袭很显然的 以色列是哪里都炸的情况之下 那安理会开会真的能够开出一个什么样的 实际的作为来吗 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就是战争在人类历史应该有几万年了 现在考古学者所发现的第一场战争 就是有机可省 有证据可以确认是在 伊索比亚跟埃及中间 也有古战场 这古战场是 6万年前的古战场 这古战场 确认在6万年前 人类就有组织的战争出现了 不是一打架 打架是没有组织的 所以对这一场战争的话 我们要体现 包括俄乌战争 或者中国的抗日战争 战争会有他自己的逻辑 这个不是我们主观想象 所能够去改变的 比如说你战争 第一个 如果你直接意图对平民攻击 那这是违法 可是如果你在战争攻击 这个过程里面 要攻击对方的军事人员 那波及平民 不违反的战争法 他的难度就在这里 那平民他有逃亡的权利 可是他经常会被战争双方 夹在中间 那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人类的悲哀的开始 咱们中国以前在抗战的时候 不是被日本人追着杀吗 那有没有什么 报复的一个空间 再来日本很多人会认为就是说 哎呀我只轰炸你美国的这个珍珠港 你也不够死了那么一两千人 你干嘛东京大风炸 一个晚上就把炸死20万 那美国人想说谁让你要侵略 所以变成战争只有一个逻辑 胜利跟失败 只有一个逻辑强跟弱 只有生存与死亡 没有其他逻辑 只要开战 就只是为了赢得胜利 而且只要开战 经常是为了胜利 而不择手段 对 那你要面对这样的客观的事实 要发动战争的人 就要理解这个事情 要主张战争的人 要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对于以色列 要不要五线作战 他当然也会有准备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五面作战 六面作战 可能全世界经验最丰富的 那不过德国的媒体这样讲 我就比较 觉得他们有点的起人忧天 你说伊朗会不会参加作战 我判断是不会 理由很简单 因为美国一开来 两个航空母舰 正找不到理由修理你伊朗 你伊朗只要来 他就找理由修理你 因为这已经是美国跟伊朗的 个别的恩怨了 已经跟这场战争没有关系了 就借题发挥 那你说 越南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的人 坦白讲没有战斗能力 也不是对手 然后叙利亚方面 更不用了 叙利亚内战刚刚打完 这个国家已经要死不活 他哪能力打仗 就黎巴仁 没有叙利亚的黎巴仁 根本就是废物一个 还有黎巴仁的真主党 整天讲说 我要空袭你 要打以色列 大家不知道真主党多少人 六百人 这六百人 然后他的什么 他的后备部队一千人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后备部队三千人 他的所谓民兵一万人 这种军队能干嘛 所以都是每一个人 都来讲空话 这个最麻烦的事情在这里 太阳星全校 克废尔一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一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一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一生俊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一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丧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一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据控